罗伯森是雷霆队的首发二号位球员,他上赛季仅打了39场比赛,就引上赛季报销。 罗伯森虽然是球队首发,但是他在进攻端的作用并不大,他最大的作用是防守,他是雷霆队外线铁闸,他的防守效果非常好,通常都会盯防对方的主要外线进攻球员,让威少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进攻上。 但是罗伯森的外线投射能力非常差,当他外线出手的时候,恐怕连队友都要捏一把汗,而罗伯森在上平了一个赛季之后,他新赛季将会回归,而他在队内的训练赛中,已经可以在三分投篮比赛。 中英文球队的外线投射阿弗里内斯,罗伯森上赛季就在雷霆队场军上场26.7分钟,场军得到5分4点系篮板1.2助攻,投篮命中率为53.7%,但是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2.2%,防球命中率也只有31.6%,他算是一个几乎没有投篮能力的球员了。 主要的得分手段,是空前内线上篮和口篮,罗伯森作为一个三地球员,他的最大作用就是防守。 但是如果他的投篮能力有所提升,那么对于雷霆队来说,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 毕竟在卫少身边打球,如果有一手不错的外线投射能力,也会有很多得分机会。 而目前媒体晒出一段雷霆队队内训练的视频,罗伯森和埃布里内斯,进行三分球投篮训练。 其中,罗伯森紧紧投丢了一次,在连续投了多次之后,埃布里内斯最终摆下阵来。 阿布里内,自上赛季的三分球命中率为38.10%,在联盟算是中等水平,在雷霆队也是仅次于保罗乔治。 虽然这只是一场队内训练,而且是空位无防守压力的投篮训练赛,但是看到罗伯森的投篮手感也是非常不错的。 如果他在正式比赛,可以保持这样的手感,那么罗伯森对雷霆队的贡献会更大。 罗伯森休战了很长的时间,或许在这段时间里,他有努力训练外线投篮。 此前有消息称,他的女朋友是知名篮球主持人瑞秋,如果女朋友的投篮都比他准,或许会让他更有动力训练。 虽然上赛季罗伯森缺战对于雷霆队损失很大,但是如果罗伯森通过休战的这段时间,让自己的能力进一步提升。 并且开发了外线投射能力,那么对于雷霆队来说,也是因获得福,新赛季的雷霆队也将寻求进步。 他们也希望不仅仅只是首轮被淘汰,所以除了维尚和乔治,包括亚当斯、施罗德、罗伯森等球员,也需要有更好的表现。 门海青